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张千杯 这次课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键字 这一个字最需要注意到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点画 它的位置 它没有在左边 它是在整个这个背字 上面这一部分 这个木字正中间 相对于它的中心线对下来 这样一个比划 右点呢 它和这一个竖画在一条线上 整个偏旁有一个斜式 它是往右边导过去 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把它这种字式给它表达出来 它这一个感觉来左右结构 它就表达出来的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 我们看到左半部分 它是这样一个斜式 对吧 右半部分呢 我们看这一个竹笔变尾 它是这样一个斜式 一个三角形的感觉 我们在写的时候 注意它这一个字式的平衡 好 那我们一起来领摸一下这个键字 你摸的时候注意它的一个斜式 好 找好中间这个线 这一个点就在这条线上 由粗到细 好 这边这个点 对着这条竖线 这样就行了 好 完成右半部分 参考左边的这些空间 好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横幅啊 这个我们容易把它忽略掉 好 压出 这个燕尾 这一个部分的话 还是压的比较粗一点 为什么会压的比较粗啊 我们先把这个笔画全都写完 再给大家讲一讲 好 这点画不上了 好 这个它为什么会写的较粗一点呢 因为它这所有笔画往这个方向走的笔画比较多啊 如果我们单靠这两个啊 写下来的线是压不回来这一个字式的啊 只有把这笔画相对粗一点啊 写厚重一点才能把这个啊 这是写的更加均衡啊 好 这一个字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好 感谢观看